咱们先说吧 这场比赛之前说实话 我对比赛的走势预测 我相信岛民朋友更熟悉 那么抖音的朋友有可能他会说我是马后炮 但只有说岛民的朋友 可能他一直能够知道我对某一些比赛的系统的认识 反正有岛民朋友给我证明 那么这场比赛之前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基本面是这样的 第一从实力角度来讲 那不用说山东统能肯定是有实力的 他的五个外援也好 和他在板凳上的 你看像郭天宇还没报名呢 段流鱼什么郑争 什么廖立生什么张驰 这都没上呢 方浩什么的都没上呢 知道吧 所以 而大连人呢 全华班 这个双方的实力对比不用说 那么足球比赛总的来讲呢 是还是实力 你说不一定 那是不一定 但是呢 他还是什么样的球员 更容易提出什么样的比赛 这就是为什么哈兰德 姆巴佩 德布劳内 是吧 这个范黛克 那个什么 什么马内 迪亚 那个什么 坎塞洛 塞洛尔梅西 为什么他们厉害 就是他们 更好的球员 那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大连人呢 他四轮不败 其实呢 他已经是 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了 他在这种 这个 这个比较 比较 比较残酷的 这种竞争当中呢 他全华班 而且又 他是中甲配置 能够四轮不败 充分的体现了 谢辉的 执教的能力 和队员的这种拼搏 所以这是 就是 但是呢 就是你的实力 够不够 五轮不败 你先问一个 问号 你比如说 爱佛顿 或者是 西汉姆 他在英超的 赛季之初 他有可能会是 三轮不败 五轮不败 但是最后呢 他肯定还会有一个下落 有一个下落 就跟这个 武汉 长江 一个道理 就武汉 长江呢 他 他实力不够四连胜 所以他到第四场 就开始输球 那么 谢辉呢 能够打到四轮不败 已经是很不错 但是呢 他逃不过 叫什么呢 叫玄学 逃不过玄学 抖音 你可千万别 抖音的朋友 你千万别认为 我是马后炮 这话 我妈说了 没有八遍 也得有六遍 岛民 凡是 听过我说的 你就给我证明一下 那么玄学是什么呢 就是 你四轮不败了 其实呢 你的实力 可能拿到四轮不败 已经是很不错 非常不错了 那么你距离失败 就比较近了 恰恰 你又遇到了一个什么呢 未免冠军 各种这个板凳 深度 各种这个外援 而且阵容 它相对来讲 比较厚实 而且比较稳定 所以呢 这是大连人呢 这场比赛呢 输球的可能性是大的 当然了 还有一个什么意思 就是说 这个商东这边啊 还有一个 就是说大连人呢 之前进了六个球 但是有一半以上 是世界波 所以你世界波进多了 其实你有一天 你就不会进球了 就离进球就会 比较远了 就有一场比赛 就你世界波进的越多 那么你的这个 他场均进球 1.5太高了 就全华门打中超 这个组实力又比较强 他场均1.5个进球 有点多 就说明呢 他其实欠 欠了一两个球 所以这场比赛打门住了 打门住了 那么打门住就算半个球 所以他进球相对难一点 那么鲁能那边呢 打三个 我认为有点多 理论上是两个 比较合适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上一场4比0 但这场比赛打了仨 因为90分钟以后 那个球被断了 说白了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基本上是俩球 基本上是俩球的概念 那么鲁能呢 这也是全学 就是一场大胜过后 往往会进球术 会往下落 有一年 利物浦7比0赢 赢水晶宫 反正是 反正或者是 曼联有一场大胜以后 基本上就 好几场 就是进球就很困难 很困难 所以呢 所以这场比赛呢 就是我 我个人觉得呢 就整个比赛的结果 走向是符合学学的 也是符合双方实力的 那么从具体的表现呢 我认为谢辉 肯定没有输给豪伟 他没有输 因为你教练吧 就是你手上什么牌 对吧 你能打成这样 当然0比3呢 稍微多了一点 但是呢 从场面上来讲呢 我认为呢 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 就是动手动早了 就是从80 从79分钟吧 78分钟 开始要动手 动了十多分钟手 稍微有点早 有点早 你看 他等于说是 想搬的时候15分钟 15分钟实际上有点早 也就是说呢 大连人如果说再稳一稳 稳个六七分钟 搏个六七分钟 那么这个球呢 可能就 也就是 0比1或者是 0比2 但是呢 由于呢 搏 他搏的也差一点啊 你别忘了那个 王大雷那个 蛟龙出海 那个球如果 要是 王大雷稍微迟疑一点 大连人搬一个 也是有可能的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足球比赛 他没有如果 就是 我也能理解 谢辉 那就不服吧 0比1 觉得15分钟 可以换人上去搏一下 但这个搏呢 你没成 你有机会没进 那么紧接着 你可能就会丢球 那菲莱尼的 这空中优势 是第一个进球 孙准浩 菲莱尼的连线 两个外援 菲莱尼的投球 卡住了董延峰 第二个球 王大雷给那9号 克雷桑 克雷桑往后一摆 两个 就是边后卫和另一个中卫 收的有点慢 然后呢 这个摩耶赛斯 插上挑射 第三个球 就属于后卫 没劲 没劲 因为你这个 拨15分钟 最后也是稀里糊涂了 没劲 所以被对方 前场卡了 这是谢辉的打法 所谓前场抢 结果被鲁能给抢了 因为鲁能上了 齐天宇 上了这个 谁呀 齐天宇 廖立生 然后什么 什么这个 这个这个 张池 在最后 是不是 他体能也得到了保障 所以呢 前场给你逼一下 明显的呢 就是谢辉 他手上的牌呢 确实不够 当然坏人呢 也保持了一定的体能 但是呢 他的六次射门呢 只有一次射证 然后呢 这个鲁能呢 可能是十几次射门的 这个十几次射门 十 十七次射门 五次射证 对吧 控球率呢 是41%大连 所以呢 就这个比赛呢 你再次明白 就是说 所谓的压着打 是被媒体和球迷误读 这是国内第一个 来把这压着打 解释清楚的人 是我 就谢辉当时说 压着打在酒桌上 他不是一个常态 他是针对一场比赛 他要证明那场比赛 他压着徐正元 打了60%的控球率 他不是说 每场比赛都是压着对方打 那怎么可能呢 你想想 所以呢 谢辉呢 就是中超的利兹连 那么利兹连的打法 非常非常的赏心悦目 积极勇猛向前拼 但是利兹连呢 他有的时候呢 比谢辉要激进 他太激进了 所以这个利兹连呢 最后可能也是 也是身处在降级的这个边缘 那么我觉得这场比赛呢 冷静下来分析 就是谢辉呢 能够把这个队 打的已经比想象的好太多了 这个队理论上 五轮应该是一平五四复的队 就是大连人就这配置 最多一平 应该是输四场的队 但他现在呢 只输了一场 剩下的 就咱也赢一场 平常场 就你要明白 就是谢辉的直较能力 就是在这个战绩之下 已经很牛逼了 哪怕他下一场再输河南 你再算账 他也是牛逼的 但是呢 有一些人 盲目的吹捧 盲目的吹捧 这个谢辉 然后对压着打的误读 对大连人整体实力的过高的估计 他可能今天都会难受 我告诉你 下一场打河南 还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 他有可能三连败 那就没办法 因为足球 他不是一个 永远都得 我实力不行 我永远都是能不败 怎么可能呢 你现在回想起来 李铁 带六场 拿的这个分数 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你对他的期望太高了 完了你烦李铁 你就认为他不行 其实李铁拿的分可以 对吧 赢越南 赢越南 凭这个 零比一输日本 对吧 然后凭澳大利亚 凭阿曼 输沙特一个球 输澳大利亚三个球 你仔细想想 其实真的可以 只不过呢 很多人呢 夸大了 外援的作用 洛国富 阿兰 艾克森 觉得这哥仨 我的李皮来了 能玩出花来 是吧 能玩出花来 结果最后现在被人打花了 是吧 洛国富怎么样啊 最近 球队四场不上了吗 64分钟给坏下来了 是吗 所以这场比赛是这样的啊 就是这场比赛呢 是 如果是0比2 我认为呢 就是完全 百分之百可以接受 因为他前两个进球 这都是外援跟外援连线 对不对 他外援连线 如果大连人 能有一个莫耶赛斯 那往前刷刷 能够塞出球来 那可能商隐啊 林良明啊 这个 闲 严相闯啊 朱婷啊 可能也会有很多机会 对吗 但这个东西就是 你要接受 你花钱少 那人家花钱多 那人家赢 其实是正常的 人的赢是正常的 对吧 那一个教练 牛再牛逼 他也不可能 说是四年多 快五年 把国内的同龄的比赛 亚洲的同龄比赛 全胜 哪有那种教练呢 你想想 哪有 哪有那种教练呢 对吧 四五年的 对职业梯队 什么恒大 乳能 绿城 什么上岗 什么福利 然后韩国 什么鹿倒鹿脚 什么这个那个的 哪有 没有 不可能 全胜 你 怎么来的 有平局吧 说平局都没有 全胜 哎呦我天哪 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 对吧 那他不是 那怎么可能呢 你觉得呢 不可能 他要是能做到 也是因为掐尖 对吧 也是因为好瞄的 他全拿了 跟他没关系 你知道吗 双条狗都能赢 哎 你是这么个路呢 是吧 哎 那么我认为呢 你说郝伟啊 今天你说怎么评价他呢 我认为啊 郝伟啊 也是 小心使得万田船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之前 赛季之前 这吧 这个小截图事件 给他弄的也有点 这个这个吃拿卡药 是吧 然后呢 就是怎么说呢 也别球好看不好看了 大连人光光逼抢 就是咱们这个 这个本土的裹着外园 外园把球传出去 肉包打狗 可能回不来 所以他也打得简单 你看他今天 这这扎进球 第一个45度炸 孙准浩给费来尼 第二个王大雷 给那9号 9号一蹭 10号上去 一搂就完了 没有那么多 给你抢的机会都没有 第三个球是 他抢大连人 所以呢 没有什么水银泻地 没有什么踢踢他卡 就是那么牛逼的 两个中场 也没有真正的什么控制 就是low呗 反正他人多 他跟你打消耗战 就完了 最后都换替补 人家是裹脚替补 你这是中甲替补 是吧 所以豪伟呢 他也聪明了 在这个位置上 只有赢 没有漂亮 哪有漂亮啊 说我踢的漂亮 我一去老输 我就不下课了 哎呦 我天呐 别闹了 贝尔萨都下课了 有啥不能下课的呀 对不对 你只有在黄马那种俱乐部 你拿了冠军 但你踢的不好看 黄马给你罢免了 卡佩罗吗 在中国 你只要赢下去 钱就是你的 明白吗 位置也是你的 你听我说 你踢的再漂亮 你不赢球 你你们老输 你最后也得下去 因为我们的球迷 大多数 世界上最好的球迷 因为他们能看懂比分 我告诉你 明白吗 他妈看懂比分的怎么 有一个队 在遥远的东方 有一个队 快五年了 全胜 百八十场比赛 全胜 同龄的 那怎么 怎么 他会看比分的人 怎么 为什么 不对他有那个 应有的那种尊重呢 为什么呢 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就这个队赢就是原罪 明白吗 菜是原罪 这是针对所有的足球 只有对那个队 和那个人 人带的那个对 是赢是原罪 赢就是错的 你不应该赢 因为你是没证的 听懂了吗 就这个意思 那么谢辉呢 我再说一遍 谢辉呢 他的存在 是用他的这种 执教的方式方法和理念 他首先是改变了 他的队员 就是他的手下的队员 踢球 上了一个境界 但是这个境界 解决不了 他的能力问题 也解决不了 他的板凳问题 但是能解决的是什么呢 就他原来 踢七十分 现在能到九十 但是你的九十 可能相当于别人的六十 所以谢辉的价值 首先是改变了这些队员 大连人踢的 就这些队员 能踢出这种球来 对吧 这已经是 谢辉的一个 执教的能力 那么同时 他五场比赛 四场没输 四场没输 你再看看 其他的拳滑班 基本上全是输 好不容易 恒大赢了一场 就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了 谢辉的能力 是可以得到体现的 但是他再牛逼 他也不是波尔图 说能拿欧冠冠军 他没到 波尔图也 虽然说没有那么强 但是波尔图 他也是欧洲的 这个 也算是欧洲黑店 所以当年 穆里尼奥能带那个队 能打欧冠冠军 那也是有一定基础 对吧 所以你像当年 聊小虎 差点拿这个 假衣的冠军 那也是因为 他有一批特别厉害的 李金宇啊 张玉宁啊 李铁 赵俊哲啊 什么朱凯啊 什么这些 那你现在大连人这些 显然没法跟当年 聊小虎那个成色比 所以 你如果支持协会 你就做好准备 他不是一个 每场都不败 的教练 明白吗 他做不到 臣妾做不到 谢辉也做不到 他能做到的 已经可以了 你们千万不要让 李铁的悲剧 再发生在谢辉身上了 好吧 我一直觉得我跟李铁 没关系 但我觉得中国队的实力 说在十二强赛上 说能够打出李铁 能拿个五七六分 已经可以了 但你们不满意 你们换了个 李肖 对于二上来光光 输越南 输阿曼 两年败完了 所以人的欲望要有控制 你要知道 营球你得需要有一定条件 那为什么曼城那么强大 还要买人 为什么利物浦马妹走了 就得买一个 努涅斯 为什么黄马还要 极力争取母八配 这就是因为有人 人是重要 钱不会白花 钱只能是花的 可能有点毛 但是花钱 对于职业球队来讲 是正常的 你花多钱 你能够拿到更好的球员 你出更好的成绩 这是符合逻辑的 说你的每年就一千万 你也最多 一个赛季 有一场压着人打 剩下的还得被人压着打 明白了吗 这职业足球 就是三件事 有钱 敢花 花对 就这么简单 你不要期盼着 有一个人 点石成金 拿一堆石头 最后战胜了一堆钻石 不太可能 偶尔出现一次可以 对吧 你比如说有一个队 他赢了 赢过利物浦 赢过马庆 赢过多特蒙德 这已经是奇迹了 你想想 你想想 这是不是奇迹 赢过利物浦 赢过马庆 赢过多特蒙德 跟拉玛西亚 能打成零比一 跟黄马 比赛结束前两分钟 还只落后一个 最后输于零比二 这已经是很牛逼了 你还要他怎么着 你还非得让他赢是吗 对吧 你要赢的人 那一百多年历史 都是吃干饭的吗 你想想 对吧 所以呢 这场比赛 谢辉我认为可以接受 比分大了点 但是呢 表现的可以 陶伟呢 他就是为了赢球 他拿钱 不是他拿钱的 就是他 山东花了钱了 对吧 外援 也 三个球 两个半是外援进的 对吧 就最后七天宇 搂了一个 对吧 那个运渡 那剩下的 不都是外援吗 你要说是 山东 没有这个 这几个外援 我告诉你 你就补个张识 什么正争 什么断流鱼 不见得踢过大连人 我把话放在这 可能山东球迷 不愿意听 你仔细想想 就你可能会占优势 但你解决不了问题 你仔细琢磨琢磨 就山东没有外援 不见得踢得过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大连 所以谢辉真正牛逼的 就是咱们要是都 都用本土的 那这波本土的 他就能够超越 整体实力的 这个这个差距 比如说这个 国角 但这边可能是 这是这是 35的 那不比你差 为什么呢 因为明显的能够看出来 大连人的逼强 我不说他的打法 有多先进 他的逼强 二脸球的这种争夺 然后美胸必争的 这个这个这个气势 以及呢 他出球的频率 攻击的这种明确属性 他的确是非常不错的 真的 但是呢 你再怎么着 你干不过 有莫耶赛斯 有这个孙准浩 有这个费莱尼 加上这个什么 克雷桑 你干不过他们 因为他们 人家身价比你就高 对吧 所以呢 这个球就是这样 但是豪伟呢 我花钱多了 我也赢了 你也不能骂我 你说他干嘛 你说他 哎你这球贴的怎么 那没办法 那没办法 这个东西就是 你一定要记着 就是说 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 不公平是绝对的 公平是相对的 你说什么叫公平呢 比方公平就是说 我这个指教能力 我应该带更好的队 但是不一定 不一定 这个世界往往是庸人荡道 就是他在那个位置上 但他得 他才不配位 他没有那个才能 但是他 人家有的机会 你明白吗 所以他能够带 五个万元的队 你没有这个机会 你这个机会 你都是竞聘来的 所以你只能带这个 全花瓣 所以但这个事 你这个 你没法争 你没法争 因为这个世界 往往 鲁迅说过 这个然而造化 又往往为庸人设计 就是这个造化 有的时候 它是符合庸人的 就这哥们 没什么特能 能力 但是他在那位置上 这就是生活 This is life 对吧 所以没办法 那你就得打平 那没办法 你等待机遇 你得证明自己 但是呢 我觉得呢 就是 如果我 如果假如啊 谢辉是我朋友 那么我会提醒他两点 第一点就是 因为现在关注度很高 镜头给他给的太多了 注意自己的语言和表情 就是有点太狠了 凶身恶煞 他把镜头一转 我就在这骂 镜头一转 就在这骂 这个东西吧 一两次是性情 太多了 就没意思了 所以我会提醒他 就如果他是我朋友 但他也不是我朋友 我也不认识他 他在这里也管不了 我也管不了 你看我有时候冲场 但是 我不能每次都冲场 对吧 我也冲过场 但是你不能每次都是这样 对不对 你让每次镜头一过去就骂 骂队员 这个东西吧 你可以解释 但是 但是不好 我觉得这个可以收一收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要调整自己 就是目标啊 它是 就是因为你这是突然之间 打了中抄 那么你的手上的牌 你要明白 就是要跟队员呢 进行一个就是良性的一个 就是别觉得每一场比赛 拼就能拼下来 不一定 所以要把心态平和 把自己就是 就当成一个保级队 可能有时候输了 输了 哎 总结 然后再提高 因为你已经证明了 你带来了新的东西 但是人有时候怕 想把一切全证明 这个太难了 太难了 就是你不能用证明自己的 人格魅力 完了又证明自己的 执教能力 又证明自己 这个可以 经常缔造奇迹 这个太难了 太难了 真的 太难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结果我是想到的 就如果 山东 上一场比赛就2比0 那这场比赛可能还会打4个 我之所以猜 我跟陈兴打赌 我说2比0 我说山东2比0 陈兴说 赢一个或者平 那今天理论上应该算我赢 虽然进了仨 对吧 那我说2比0的意思就是说 他至少他要赢俩 对吧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基于对这个整体的这个实力啊 包括玄学 因为我预测比赛的走势是玄学 就我主观上认为 大连人四轮不败已经是奇迹了 那五轮不败再多一个 他就不是说一个简简单单加1的事了 你明白吗 就是地震7级和8级 他不是加1级 他可能是10倍 知道吧 他是10倍的这个这个这个荡量 所以我觉得呢 那些大连人的球迷 包括知识谢辉的朋友 你稳住 已经很不错了 真的 有目共睹 就大连人这个这个拳法班 然后能踢成这样 能给你长时间的制造困难 让你呢 很多进攻 无功而返 那么最后你的进攻 才采取了最简单的45度炸 和最简单的90度炸 投球棒棒 那就证明了 就说 你在常态的进攻当中 其实你没有太多的方法 因为什么呢 大连人不断的反抢 积极的这种对抗 让你呢 出球很困难 有一度 这个孙准浩踢的都不如瓢城 为什么呢 就因为大连人的这个逼抢 限制了他们的发挥 但是随着体能的下降 所以你 谢辉说 因为我们踢的快 就会越来越快 我们体能没有问题 其实不是 他可能是说给队员听的 他不是说给专业人听的 怎么体能不是问题的 你这种踢法怎么可能 你能坚持到90分钟呢 是不可能的 谁也坚持不了 对吧 你国米也坚持不了 AC米兰也坚持不了 曼联更坚持不了 曼联不提了 利物浦都坚持不了 他这个比赛就是 你压他20多分钟 他马上就会反弹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不断的输出 20分钟到一个节点 你就得 你就下来了 劲儿就下来了 这是人的正常反应 说90分钟 四处逼 那打兴奋剂的 那是打兴奋剂的 对吧 如果大连人有两个言相传 有两个商业 有两个林良明 有两个吕彭 那这个球也就输一个 但是这东西没有如果 对吧 足球比赛 你的体能就是70分钟 因为你这么踢 就是70分钟体能 他不可能 你这么踢 还能踢90 不可能 对吧 但是这场比赛呢 其实山东呢 也算够拼 因为很简单 这场球 郝伟输不起 真的 你郝伟可以输关 或者你输给上岗 或者你输河南 反正都能理解 因为什么呢 人家有外援 这要那哥的 但你 如果你 你拿着这把牌 最后你输给大连 你根本就没有任何说辞 就直接就地下课就完了 所以呢 他选择的是一种 甭管怎么着 我得先把这球赢下来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所以你山东球迷呢 你也不要挑他 真的 你也不用挑他 他 他 他输不起 他输不起 他就只能赢 就先赢了再说 至于说赢的漂亮不漂亮的 那三比零还怎么着 怎么叫漂亮呢 八比零才行事吗 你说踢的不是很漂亮 那你别忘了 他的对手是谢辉 谢辉比他高 谢辉肯定比郝伟高 我不认识豪伟 我也不认谢辉 但我知道 这俩人要比 如果我是他妈祖写主席 我要选一个 我选谢辉 那肯定的 这肯定的 对吧 这肯定的 你山东球迷 你不愿意听 但你 你是不是得让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得让我说实话 我不愿意哈着谁说话 我只说我愿意说的话 比方说现在主角要找一个教练 那我去找谢辉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 因为谢辉能够改变球员嘛 我能看出来 他改变了这些球员 他的自信心也好 他的积极态度努力也好 另外谢辉他能够 引落敌强 他大部分时间里面 他也能发挥出自己的一些特点 而且他就这么骂那些队员 替他卖命 也挺不容易的 要是我他就骂我 我早翻了 那就是证明了他有这个能力 他能驾驭他们 对吧 那是肯定的 但是你说谢辉 接下来一定能赢吗 我觉得这场球输得非常好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但这场球输完之后 其实谢辉的工作会更复杂 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 球队他本身呢 他基本上一套阵容 然后呢有个别轮换 他其实他是靠一口气在顶着 真的 因为他们一直不败 他有这口气 明白吗 但是呢今天 一个0比3 其实有可能 如果调整不好 这口气就泄了 你明白吗 这口气就泄了 你比如说你考试 你回回都是68 70 72 你觉得虽然低点 但是好歹及格了 所以才好好学 有一次考试 32 他妈有可能就破块破摔了 就这口气就没了 这口气就没了 所以下一场比赛 对河南 如果我是谢辉 我得稳 你不能说 我刚刚输完 完了 我那个 我得把他捞回来 我说这很危险 这很危险 就是这 这口气 现在要缓 正常 你要说短时间 得让他直接提 提上去 也不太可能 这时候要保留 就如果一个聪明的人 他已经失去了一些什么 这个聪明的人会说 不要失去更多 这是聪明 而不是说 操 输了 我得给他捞回来 不一定 这不见得是聪明的 聪明的是 我失去了 我结合我自身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接下来 我不能再失去了 我先稳一闷 我把这口气缓一缓 顶上来 别 邦邦 如果邦邦 三下闷死了 就给闷死了 所以下一场 打河南 河南上一场 0比0 0比0什么概念 有人说 0比0 那么球不行 我告诉你 0比0往往下一场 就意味着他要进球 因为他不可能 180分钟不进球 这就叫选选 你能想象 河南180分钟不进球吗 不可能 很难 因为他有外援 他怎么可能 180分钟不进球呢 所以下一场 从某种角度来讲 谢辉还得注重防守 你不然的话 那有可能 河南邦邦要起来了 邦再打你俩 不好办了 对吗 这就是我对这场比赛的评论 怎么样 可以吗 抖音的很多朋友 可能会觉得 你是把号砲 我不是 我们三天前 我就开始说这些东西 我三天前 就开始说这些东西 而且今天 整个比赛的走势 我基本上 90% 都预测对了 有没有岛民 给我证明一下 就是接下来 比如说 什么样的一个走势 双方什么样一个特点 谁要开始 有可能会有机会 谁开始会 马上 未来十分钟怎么样 接下来会怎么样 然后用什么方式 来解决战斗 等等 我都预测对了 我不是马后炮 我不是嘴炮 我相对来讲呢 因为 我有实践 我有感觉 我是中国过去五年 带队打国际比赛 最多的教练 中国 All over the country 我是中国过去五年 带队打国际比赛 最多的教练 那你说我没证 或者你说我带青年队 青少队 是是是是 但是我说的这个是事实 就我比赛多 我感觉 真晦气 总能碰到 你不用晦气 你生来就是个晦气 好吧 我还晦气看见你呢 听懂了吗 因为我也没请你 对吧 谢辉没什么东西 后期会很惨 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 因为他再惨 他现在拿了六分 你告诉我 你赛前你说大连人能拿五轮拿六分 你信吗 你不信 我也不信 但他做到了 你怎么能说他没东西呢 你要把他看成什么呢 你把大连人看成大连实德了是吗 怎么能没东西呢 你得听一听 跟这些队员踢过球的人 比方说杨赫 去年像什么 费玉啊 或者这些 有好多球员呢 都是踢中甲的 对吗 什么 严相川啊 什么 什么朱婷 不是朱婷 严相川 然后呢 杨赫说 谢辉 改变了这些球员 就是大连人明显 他信心更强 处理球更快 更快 然后逼强 积极性更好 这是教练 你看不出来 归你看不出来 你因为一个零比三 你把谢辉又都否了 那是你 不是我 他四轮不败 在我眼里 他也没 就到那个牛逼劲 但他今天 书零比三 在我眼里 他仍然 做出了很多的东西 但你看不见 这很正常 如果你要有 我这认识 你不就成了我了吗 对吗 很正常 很正常 好吗 你们要是 人人都能说 我说的东西 你也能说出来 我感觉到东西 你也感觉出来 那你早 干清训了 你也弄一足小将了 足小腰 足小鬼 你早弄了 你弄不出来 所以你要相信 你要相信实践 你要相信真正 琢磨的这个人 那表达的东西 好吗 你喜欢不喜欢 我不重要 很简单一个道理 因为我活着 不是为了让你喜欢 因为我都不知道 你是谁 我只是表达 我自己信 你就听 不信 转身 离开 走 就完了 好吧 你们牛逼 你们就带个队来打我 你们要不就把嘴闭上 好吗 有人说 你怎么那么牛逼 我当然牛逼了 你要不然你带个队来 过来啊 你带个队过来 你又不敢 要不然你给我拿一个咪咕巴上合同来 我看看 你也没有 你要人哪 要认怂 知道吗 我在别的领域里边 我也知道我不行 我也不跟人抬荡 对吧 人要知道自己 有牛逼的人 你得认 对吧 这东西 你不认哪行啊 对吧 那人家付出了多少 人家实践多少 人家琢磨多少 人家每天在干这个 你得尊重人家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你得认 你不认 为什么你在这听我 而不是我听你呢 你本来在这听 你就认了 就是嘴上不想认而已 没必要 你也 我在你面前 我都不知道你是谁 你也不丢人 你就听就完了呗 你何必非得杠呢 对吗 你杠有什么用呢 你说你这杠干什么 吃点硬块不行吗 对吗 连性小鸡 我不连 我连他干嘛 别老跟我吹 这个出主意连线 我有的人不连线 不会说话 我不是 我天天在 我的岛上 我六七个小时 我也不连 我也能说 我为什么要连线呢 你要愿意听 你就听呗 对吗 我为什么要 你老一会儿 让我连这个 一会儿 我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连线呢 你要愿意听就听 不愿意听就走呗 我们到别人直播间 我从来不说 哎 你赶紧连一个 我说人家干嘛呀 我谁呀 我过去跟人家 你说是不是 差不多得了 对吗 聊聊聊国安嘛 国安那四比一 我看了看 我看了看这个比赛 就是国安呢 就是谢 谢风 谢日老的 他其实有点紧 他呀 第一棒子就被闷了 有点没反应过来 哎 来 咋的我也不累 我烦什么忙啊 哈哈 干嘛呢 跟谁聊天呢 我刚才吧 那个谁 那个 那个直播 那个平球的时候 跟那个谁呀 老四 赵明健 然后后来呢 那个谁呀 大韩 聊聊兰的 韩德军啊 还有这个 那个 那谁 这个 小旭 李小旭啊 还有这个 那几个都做好弟弟 然后就连了一会儿 说了一会儿 然后本来要跳舞 我输了跳舞的 那我输了 他居然要跳舞 就这样是呢 然后刚才跟老贾 又连了一会儿 所以说老师 所以说董哥 对不起啊 10点我 我 来我啊 没事 还是我 樱桃吗 就你的樱桃吗 好吃不 好吃啊 你嫂子 没有了 过季了 没有了 没了 对啊 没了 因为你 因为你 现在就在大棚 买在大棚子里 大棚子都是别人家的 就不是扫的自己自自己的了 不是你这个连线老连黑的 你说我有时候我也不好意思说你 哎呀 东哥啊 黑的啥 你说我一个新进 新进这个直播界的人 你说我也啥也不懂 对不对 你说我这个这个黑不黑 你说我自己一个像傻子也没有团队 对不对 就别生弟弟气 行不行 我有团队吗 我有团队吗 我有团队 我直播也没有团队呀 你也没有 对不对 我也不会查公共关 这玩意你看 你看就像别人 你看别人总说 总说董哥 哎呀这个那个 那个他那个 但是我就说一句话 对不对 我说董哥 也就起码说这两个有道理 那你就得听一下 听一下 有道理他就是有道理 对吧 培养孩子 先培养家长 情绪 对不对 你别说了 你了解我 也就是 百分之二 所以你别说 我还想了解百分之三的 你得告诉我呀 你说那 我说那些东西 都是我整个 认知里边的 就是 就是最皮毛的东西 但是这个不重要啊 没错 咱们把比赛办好就行 把大连的青少年的 比赛给办好 对 对对对 好吧 别人都是扯在 对 反正现在也过季了 对吧 所以 我也不指望了 你就是 如果你能够 把大连 这个 这个 这个青少年的比赛 你能做好 然后我 全力 咱们全力合作 明白 咱们把大连 这个 这个 足球的这个 因为我看大连 这个改革 还是挺 力度挺大的 对 要重振 昔日 大连足球的 雄风 对 对对对 2025年 要有五支 职业队 哦 你看 老师 你这功课 做得太好了 我还没了解 那么细一点 确实是 都要 真的 是吧 配合 对 配合 配合 我现在就在这个 在那个 一个业余的 一个队 余明 江峰 不来人当教练吗 然后也是这个 国企的一个队伍 然后想从中冠 要往这个 这个 中以冲嘛 嗯 成立好几个 成立杀呢 对啊 对啊 所以说青少这一块啊 还真的需要 这个董哥 你到时候 我真的 我回头 我这两天呢 我就去那个竹鞋 我跟他们碰一碰 包括赤竹鞋啊 包括驱竹鞋啊 这些看看怎么一个杯赛 然后包括一些赞助啊 一些什么烂七八糟 我都弄好 行吗 好 然后球队的这些东西 你帮我 然后包括我跟那个 各级领导 我去跟他们 这个去聊一聊 因为毕竟现在这个足球 因为大连 从树到大连足球城嘛 变成足球城嘛 而且这也是这个 一个足球名片嘛 对吧 嗯 可以 可以吧 然后今天 今天呢 我先说吧 我觉得大连人踢的不错 嗯 就是但是呢 你在某一个瞬间 它就是一对一的能力 那你比不了 你看第一个球 一个45度炸 那那个费莱尼 就把董延峰给卡了 那没办法 对 因为一个叫费莱尼 一个叫董延峰 你要是一个叫费莱尼 一个叫范代克呢 那可能就进不了了 对吧 对哦 另外一个 第二个球 你看王大雷这一脚 然后那9号这一蹭 10号在左后位 右后位和左中位之间一插 那没办法 那你就说 你的能力 预判 对吧 包括第一点的争 你那点输了 第二点又输了 那没办法 就是球员的个人能力 他到不了 对 对吧 对 对 总体来讲 还是可以的 我一直觉得 谢辉 这些五轮能拿六分 其实真的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嗯 对吗 对 确实是 确实是 所以说董哥 你分析的就是你看2比0 包括说这个 其实我也知道这个差距 你知道吗 你看你说2比0也是保守了 但是我也知道 你看我希望平啊 或者我希望这个就输一个 但是你看这个班底 这个整个是全中超冠军的班底 嗯 然后呢说这个低增到这个中超了 而且才拿6分 而且拿6分已经很牛了 拿6分已经很牛了 对不对 然后呢包括保持不败啊 包括这场球 我认为输很正常 但是从大连人这些所有权 包括你看这个 这个王贞奥上场一个失误 是一个最严重的那个失误 然后你看他今天发挥的 他非常这个拼 然后非常强 我看到那个有一瞬间可能是抽劲了 但是也费兰尼那个投球 你王贞奥 你两个王贞奥都防不住了 为啥呢 你的身高 你的这些所有东西都防不住了 这个外援气负你太正常了 嗯 这没毛病 你真的这不是说技术 不是说这个战术啊 不是说任何 这绝对是能力的问题 那费兰尼那是世界 算是世界顶级的外援了吧 差不多嘛 他虽然说现在怎么放在没有那么 嗯 但是他那个身高在这摆着呢 你看你看有一个镜头 懂得你看不看 就是那个王贞奥在那个后外那个带球 然后后外那个菲拉尼追他 嗯 是 你就像不像那个就是那个家长追小孩打那个小的那时候 对一个小孩一顿打呀打死那种感觉 就太欺负人了 没有办法 这个因为毕竟大家现在这个情况大家都都知道 没有一个外援 对吧 然后就等着看那个白亚份如果开窗的话 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 嗯 可以再引进补墙一些 对吧 好 对吧 嗯 在这补墙 补墙阵容 然后呢才能够有一个新的这个这个这个组合 然后可能他战术能够体现的更更更充分一些 对 起码 起码我认为 董哥我认为起码就是这个精气神 和这种所有的包括颜色床在前面这个拿球啊 嗯 这个靠人呢 包括这个体育都是很拼的 嗯 起码打出个精神 对吧 输一场无所谓 在那么多 输一场无所谓 咱这个精神神还在 嗯 就可以 嗯 对吧 嗯 但是我输了 你没输你没输 我输了 我输了 我猜二比零 三比零 不能算我输 不能算你输 不能算你输 董哥 董哥 那个 就给你记了一箱 我们已经不告 你收到没那黄 黄色的 目前没收到黄的 只有红的 不对啊 给你单独记一箱黄的 是吗 对啊 那是不是 我媳妇哥送人来 他说今天告诉我 一共十箱吗 他说太多了 他送人了 送人就无所谓了 反正心意到了就行 反正心意到了就行 好吃吗 好吃年年 年年这时候都有 好 不 还是 星星 把这个大连的这个 青少年的比赛 给做出来 是正事 好吧 对 为了孩子 为了这个年轻的一代 这个多大大比赛 这是其实也是 也是董哥想看到 也是我想看到 也是说 这个咱们那个 大连市 那个政府也是说 想把这个比赛 越做越好 然后呢 给孩子多一些 比赛的空间 比赛的舞台嘛 对吧 好吗 咱们把这个比赛 我努力 我努力 然后我去大连 咱们见面 然后你 好的 你解说比赛 好吗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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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好嘞 那我下了 好嘞 拜拜